Hello 這個聚焰堂又回來了 今天是直播的 歡迎大家有訊息給Amanda 今晚的嘉賓就是大台公仔箱 經常都看到 但就是我們網台一樣會抓他公仔箱 半夜三間說什麼好呢 就是紫環和太太 知識不正常 今晚是說五神科的問題 Amanda 今晚許醫生很開心 聽到我上來了 其實原先最初想的這個問題就是 源自於看電影的撕裂 24個比例 24個人格怎麼分裂 在約了之後 就爆了一宗 最近大家都很熱的問題 大家知道在地鐵上有些狂徒 也說了他可能在精神上有些失常之類的東西 那麼難得反正約組 兩位一起說 歡迎觀眾也可以表達一下你的意見 隨時例 不要以為精神科不關你的事 是的 因為我都覺得 基本上在城市生存 其實令到我們很多人的壓力 很多東西都比原先 一些人生存的方式不同 所以壓力大了 我經常覺得 每個人都有少少不少精神病 所以大家都有可能 如果每個人都有精神病 那我就很生氣 但有些人是說真的 有精神病是不覺得自己有的 是我們覺得其他人有精神病 所以我從頭開始說 是要先說一遍 是要先說一下 我先說到我為何要上來 因為我很想 很想想深宵節目,因為以前深宵節目就是聽收音機 晚上在床簿上聽,晚上深宵節目通常說什麼 要不說情情塌塌,說一些怪談 很難得這麼晚可以找一個精神的演出 所以我現在很睏,我真的睡覺了 不過是深宵節目,我做過這麼多節目 我做過TV,做過很多網絡,準備做深宵節目 對,這間上來就對,而且晚上深宵,我不知道 我估計人們會進入那個狀態,開始高一點說什麼都可以 或者半夢半醒,即是很想睡,還沒睡覺 又強行讓我們上來的時間 說起半夢半醒,半夢半醒有沒有精神病? 半夢半醒就,我不覺得人家有精神病 因為睡到這樣,狀態也有 有一種幻覺叫做臨睡前才有幻覺 有沒有聽說? 我真的不知道 即是說你臨睡到半夢半 我想蕭公子的幻覺是有個美女在她家走過 那你通常是煮什麼? 公仔麵 其實也有的,你叫焗羊腿 半夜香焗羊腿 是啊,我有去過你這邊吃 有,有很多年來吃 我當學生的時候 沒錯 剛才你說的那個部門本相的情況 在我家裡拍拖的朋友 是的 她的家可以來拍拖,挺不錯 回到這問題 我也想試 因為剛才你講的的情況 會不會是人家本身對自我控制和腦控制有些問題 所以才這樣? 不關事,人的腦子就很複雜 當你臨睡的時候,就好像衣機慢慢吃,就像現在我那樣 我都覺得開始有點暈暈 但當時你的腦子就像電腦一樣,你開始收音,收得比較差 於是就開始有些古靈精怪的,我們叫Illusion 幻覺 魔術幻覺,幻覺幻象 Illusion,什麼叫Hallucination,不知道這兩個英文字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分別?蕭公子 又想不到,醫學上差很遠 我經常覺得醫生的英文是很難找的 醫學上定義和字面兩回事 Illusion就是perception,wrong perception,with external stimuli 即是有一件事真的存在的,你感覺上不是那件事 老師就是老師,學生說什麼,你馬上翻譯到 我馬上知道的,但是Hallucination就是 可能沒有那件事 就是perception,without external stimuli 你以為這個杯子其實沒有杯子 即是說,如果你要分別 所以有時候我剛才試過有個病人問我 醫生,你慢慢問我問題,問得我很害怕 因為我不懂得回答 其實醫生,精神科醫生,我們沒有刀 你說做外科醫生,我很尊敬外科醫生 那女生是很厲害的,她有刀去切的 有型的 精神科醫生何來有刀呢 如果你用刀剃開肚子 你可以用刀剝開腸,這個就是乾了 但是我們做精神科醫生 我們不可能用刀剝開你這個 你是這個什麼病,那個什麼病是沒有的 意識不是physical 那我們就靠嘴巴 靠嘴巴當然不是真的靠嘴巴 很多人就以為精神科醫生就好像佛羅伊德 剛剛有個朋友,剛才上來我的診所 問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的診所沒有那張梳化的 梳化椅子也是攤著 她經常覺得梳化要做一些你的治療用的事 對 那是心理催眠嗎 其實我們需要的不是那張梳化 我們要分清楚它是什麼病 我們沒有刀,沒有刀,沒有東西撥開 要靠你的知識和你 靠什麼呢?靠Question 就是問一個適當的Question 剛才說的Illusion和Hallocination的分別 蕭公子很厲害,馬上就說到了 翻譯,我才是厲害 Illusion就是Perception with external stimuli 就是說你有一個感覺,你有一個知覺 但是外面是有東西去刺激你 不過是Distorted 但是Hallocination就是幻覺 就是有一個Perception 但是沒有 external stimuli 所以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聽到有人叫你的名字 你覺得是幻覺 那附近有沒有人在呢? 如果附近有一個人 他叫你Amanda 那這個正常 正常反應 或是叫你聽錯 但有人會發聲 那真的有人在 但如果有人會說Amanda 然後你看看 沒有啊 想不想說這些東西 半天三天就對了 就是這樣 譬如說Amanda 不要說 那這個真是會 那這個就是Hallocination 但如果你的 譬如蕭公子在那邊走出來 你就聽到Amanda 這樣 那誰知道蕭公子就說 我不是叫Amanda 我是叫Malila 那些 他太多女性的朋友名字了 不知道呢 不表態 我發覺好像睡覺 不會的 有酒喝就不會睡覺 那就喝酒 還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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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Illusion 就是杯公蛇影 你聽到一些東西 所以剛才說到臨睡 有很多這些古靈症 那是Illusion 但為什麼有些人 是 定以為是一個病 或者你這樣發覺 但有種情況 又不是那麼不清晰 精神科病癥之間要分 剛才也說到 幾難去分 所以你有病和沒有病 有時候的Grey Area很厲害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 這是什麼病 我們有時候會說它的characteristic 就是說你這個精神的徵狀是怎樣 有時候同一個徵狀 你可以在某些地方 就好像有些人說 天才與風子 是 是嗎 你要想到什麼例子 因為之前看了《風子在世界》 這本書 有一個作者阿公明 用了四年的時間 去了神經病院 在精神病院裡面 訪問了四十個 有人說他是精神病人 他住了四年 也訪問了四十個 他不是住 他是用他公餘時間 去不同的精神病院裡面 訪問一些精神病人 那我們這些住在精神病院 那你不算 早上上班的人 就是這樣 那你醫治他們 那你醫治他們 那裏面都說完 那本書裡面 有些個案子 其實是很厲害的 物理學家 心理學家 很厲害的 但是一般人就覺得你瘋了 或者叫精神病 那究竟是天才 還是精神病人 他也給大家想一下 究竟是哪一種 那醫生你長期在裡面的時間裡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的答案就是我就是那個天才 哈哈哈哈 你看到他們發生什麼事 還有會不會其實 精神病人 或者可能你所見的 其實是數量不斷增加 還是減少 增加就一定是 你看看那個等待時間 就是政府排隊的時間越來越長 但是那個增加究竟是人多了 還是人的認識高了 譬如我今天上來這個台 轉頭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不是有精神病人 然後就真的找你了 所以就 可能會這麼半醒 我看到你醫治在家 但其實你不是在他家 所以你很難說究竟是增加還是膽少 剛才你說兩件事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精神病人多了 這個原因就很大件事 就是越來越多 你也要醫治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知識多了 他們對這個了解 因為以前可能一說起 就很害怕 或者是不出聲的 但現在因為 可能我們有說 可能不同的地方 都宣傳比較多 所以經常見到許醫生 不同的地方都說 大家對這件事又casual 又覺得不是那麼嚴重 也很不介意去處理問題 這樣究竟是哪一個呢 我覺得其實 精神病說到尾都是個腦的問題 那腦的問題 按照計就不應該 無緣無故會多了很多 但是社會不同了 對於很多精狀的看法不同了 舉個例子 以前專注力不足 有什麼所謂 以前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我們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醫病很有趣的 只是整個醫學界 都是先醫了最嚴重的 死人倒流的 所以以前就是大國壽 為什麼 因為你要開刀 你真的要止血 因為真的看到牠掉了 或者牠死了 就是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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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很多時候 如果看回醫學歷史 很多時候都是戰爭推動的 對 戰爭推動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Shell shock 什麼是Shell shock 就是PTSD PTSD 即是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都是在一次和二次大戰的時候 最厲害 因為炸彈在你的戰豪 因為要跟牠說多些話 他開始睡覺 不要緊 我看大家的訊息 在戰豪 蕭公子需要特別對待 不如蕭公子說一下 你說一下一次和二次大戰 不要這麼殘忍 大家睡覺 為什麼牠們要在戰豪裡面 很離譜 當時發明大雞毛炸彈的飲食 所以在戰豪那裡 突然之間 在德軍 一炸下去 然後就砰 喝光了 你瘋了 但當你退役之後 通常那些士兵退役回歸 老家都未必會做普通的事 但他們一邊工作的時候 一邊聽到砰 即是他們的幻聽 醫生我呢 算不算幻聽 剛才說過 林訓前那種 其實是Illusion 即未必是Hallocination 但你經歷過戰場 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到越戰 你有沒有看過 《新月出月四日》的電影 我不能看過這些電影 我試過在戲院 為甚麼 我只能不能休息 只此之後 我老公又不讓我看這些電影 因為我真的會太容易投入 我不能看過這些電影 我是害怕到 即是他會很害怕 是的 不行的 即是越戰的老兵 回到美國老家 那時Tom Cruise在那裏扮那些 那些越戰 翻歸 那些復元兵 對 那時就不是叫Shellshock 叫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明明在和平時期 很冷靜地在家裡吃東西 突然間就砰 他自己有一個 聽到 聽到 突然間聽到 因為是經過長時間 經常聽到太習慣了 還是他本身 就是不習慣 就是不習慣 就是你在戰場上的回憶 對 就會彈出來 在腦裏不停轉轉轉轉 播出來 所以如果你上網看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網頁 你會發覺會是under國防部 即是美國國防部的 最多人病犯 是抑鬱人 所以under美國國防部 的網頁 是有最多自助的PTSD 即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的問題 那醫生我又想問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在這個狀態 彈仗和生命很大的威脅 變成極度驚慌的情況下 再加上那些聲音 就激發起 他有這樣的狀態 是的 因為令我想起一件事 我以前做暑期工 我記得那天第一份暑期工是做音樂卡 即是經常聽到音樂卡 我那天起碼開了過千個音樂卡 然後呢 臨時睡前 我就有這個 我想都是頑停 總之是臨時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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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些人是因為他這麼驚恐會沒有命的 這樣會跡壓了很久之後才有 你覺得這是否精神病 我覺得是 因為會影響他的生活 可能也會影響他 但這是外在因素引致的 不是腦袋壞了 那我會外在因素弄壞腦 你以為我和你去到經歷過越戰 會不會有這個PDSD 可能有 他連看電影也會害怕 是的 我就想會不會是一隻外在有些壓力太大 不算傷腦 那既然外在這麼大壓力 任何人進去 即是等於一個地方 你說中火案 一個很大的地方火場 你進去被人燒出來 有些皮弄壞了 這樣反正的情況 也與你無關 但他見到會怕 有些生肌的創傷痕症 這麼厲害 其實正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不可能那麼高 所以是不是有病 所以你說有病 有時候精神病 就好像把我罰難 把個人推入 OK 即是說 經常都說 現在多了很多精神病 但究竟問題是 外面環境 還是外面 所以多了個病 究竟是外面的人壓到人都瘋了 香港就是瘋了 所以我不是說社會上,這個城市上 人是生活有壓力大的 譬如可能是種火案 有些朋友說,現在很辛苦 要在香港生活,劏房就沒得住 不過說實話,壓力大又不用種火的 當然這些行為不好 PTSD就會有 PTSD我們歸類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我們歸類叫做stress的 disorder 即是stress Induced 不是每個人都叫做噗 對,老闆也會噗他的事 對,但我在TVB說這個即場心理就說 對,老闆都是想不到的 對,有些個案是晚上發夢的時候 就夢見老闆的樣子 大件事也有看到 整個晚上發惡夢都是老闆的樣子 老闆不停地說 他真的很大壓力 那些小朋友一樣 他只是發夢看到要考試 對,不要罵他 晚上發夢看到什麼 整晚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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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都是炸彈 就是全部來自於壓力 擺明是 絕對是 絕對是 有常生活 現在大人有大人的壓力 小朋友讀書有少許壓力 就變成整個城市的人都有壓力 所以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 就是需要找尋尋封 那我就問你,假如那個病人 他晚上發夢 就是老闆不停地在路上 你會給他藥吃 還是轉工 我會轉工 當然離開壓力資源 你覺得呢 調整自己都需要的 不是每個人的承受能力都一樣 是 要考慮這件事 第二 不是每個人的反應都一樣 是 就是承受一樣 那現在你就對著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就不會改的 他就是這樣 那問題是 你覺得他幾顆藥他吃好 還是讓他離開工作 接受心理輔導會比較好 即是中間下去 第一 你不一定要吃藥可以解決這件事 第二 就是個人的反應不同 有很大的程度 是視乎你習慣了如何回應 這個防衛機器 即是你就買了心理治療 我買了心理治療 你呢 你呢 有些事不能容量解決 因為剛才我為何會離開 因為我真的試過一些朋友 是被他老闆逼到瘋 我想他應該有些遺傳 有些東西 激化了出來 有強迫的行為 強迫症 然後就有些抑制 即是他心理上不懂得自慰 正確 因為問題是他也不懂得反抗老闆 不用的 你弄得到他瘋了 他被人弄瘋了 當然是自己弄不到自己 通常老闆自己都不是很疼 你明白嗎 所以有時候 有些小貓 你是經歷過 你是經歷過還是自己 你自己是 他可能是搞人那個 我覺得你是搞人那個 我覺得你是搞人那個 我覺得你是那個客屬 我覺得你是那個上司 其實這麼久以來我選擇不打工 所以我不會是搞人 我不會打工 因為我很清楚這些性格 我實際上很難想像蕭公主是下屬 不知道 她的樣子也不像下屬 不知道 她的樣子也有老闆 你的樣子也有老闆 她的樣子也有老闆 你把他拋掉 然後解決這個問題 對類似的環境 你都要受到這種壓力 第二樣的事情 她本身是外來引導你的 不是你自己 你有不妥的 你吃藥 你沒有不妥的 因為很實在 讓我選了兩樣東西 第一件事 譬如有些人想走 不能走 不同的樓 有很多原因 另一種就是 要搞老闆 不讓他吃東西 但他不懂怎麼搞老闆 所以… 他用一粒藥去老闆喝酒 讓他鎮定一點 都可以的 每天就負責我做茶水 最主要是他的行為 或者某些事情當然有問題 這是這麼大的事情 你一個員工怎麼搞老闆呢 變成兩難的情況之下 一瘋了 很多員工 譬如有時我接觸了年輕人 他們變成無奈 或者已經沒有上進 就覺得是這樣的 即是放屁 放屁 就是完全去到放屁的情況 變成這樣是難搞的 因為他放屁了 老闆有些很聽話的員工 但那個年輕人的前頭 就真的很難搞 因為他不敢再想多些 即是沒有理想 甚麼理想 有外來因素 醫生可以幫忙解釋一下 你為什麼以前 你不是經常見到這些 你以前幾十年前 你大家庭的時候 幾十年前 你自小已經習慣了 跟不同年紀 不同身份 長輩、後輩、平輩 你有很多交流 自小就有所謂 mental training 你明白嗎 即是習慣 比較容易習慣 所以你去到所謂成年人的世界 就做事了 你那個衝擊沒那麼大 現在的金波羅 從小到你一顆寶貝 然後就怪獸加獎 直升機加獎 從小到你看著你 大學畢業都要扶著你 那一畢業你自己出來打工 他當你長大了 那你怎樣 實際心理上你還沒長大 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見得多 他就知道 他經常回大學 對著小朋友 因為有些學生都是年輕人 上次他傻的 他煲爛了一個水煲 是呀 他沒開過水煲 真可憐 你不能說他傻 他沒試過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但他沒見過 因為他沒有生活技能 你覺得他是傻的問題 只不過是從小到你 沒試過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電板毛和膠的水壺 你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因為水會滾 你剛才說這件事 我想你問醫生 你怎樣定名是精神病 例如這樣 有些人覺得精神病 你覺得他是傻的 但是 不適合水煲 應該也不適合你 其實很多人對精神病 有很多誤解 一想起 因為暴力比較多 一想起 要是狂躁 較為顯眼 對 所以很多人 就算有一點都不肯承認 因為都怕被人標籤了 你是瘋的 你會打人的 我覺得也不用標籤 精神病的定義 如果你真的說國際公認的定義 就是DSM DSM就是我們的聖經 Bible 美國出的一本書 就是定義什麼叫精神病 但是我經常覺得我們沒有理由去戒人 將一些人好像一根刀切開 舉個例子 抑鬱症根據國際標準就是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但是我問你 如果你13天 那你是不是病 為何要約醫生 你們差不多過了14天 所以我覺得沒有意思 即是等於高度 例如你多高 或是高 180 你高不是原名嗎?總之 即是高度也是 重體重也是 你永遠都是一個continuous variable 人也是這樣 即是人根本是一個很複雜的個體 是有很多dimension 有些人不是說九營人格嗎? 對,十六營、九營人格 我是不喜歡 categorical approach 即是不喜歡將人像pigeon home 分類 其實人是dimensional 對 但是方便管理 那些通常都是管理層搞出來的 即是那些是職場用的 即是我們來給這個人 我沒有時間去處理 話時說 你以外國的經驗 將精神病分類都是管理好的 即NN class 即譬如英國的NN class 他為什麼這麼喜歡那些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illness 都是因為方便管理 因為他們就要醫生入曲 即是說你這個什麼病是什麼曲 然後就給分定 所以如果你問我as a clinician 我是幫病人 我又不喜歡將分類 但是你知道政府寫東西 要有些東西要界定 他們要界定 管理上面是這樣 管理思維 管理主義 真的他的角度不是 我絕對不會加這些東西 這樣才會幫到病人 我覺得是individual 即是你每一個人 你要有一個individual的assessment 即是說我是很了解他的性格 有時候病人來看我 他進來後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中他 要那些東西 即是他來到 最近你怎樣 老闆還有沒有說什麼來刺激你 他覺得你真的了解他 他就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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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相腦懂精神科 我懂得心理我就知道 懂得心理 我經常都想在油麻地開個檔 肯定會用 油麻地不用租 不用租金 不是的 油麻地那裡是不是都要租金 不是的 每個人都可以 在街邊 封涼水爛得仔 我們都要收陀地 還是什麼 另一種租金 封涼水爛得仔 整個都可以做的 其實這個對病人來說 可能也好 因為你可以很整體性 找到他的問題 應該是這樣的 你臨床和你說 怎樣定義精神的自由 當然我們也不可以亂來 但我們也有一個 叫做 即是他的精神病徵 要引致他的日常生活 例如工作、婚姻、家庭 要有影響 如果他的精神病徵 例如剛才說 臨床之前聽到 Amanda 這個影響不了你日常生活 很害怕 影響不了你 你今晚會不會聽 不會的 我已經經過那次經驗 已經進化了 即是如果那件事 沒有影響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特別說 他是精神病 但這個有時候 是隨著社會進步 同一件事 原本沒有影響 就會變成有 即是說小朋友以前 如果專注力不足 實際就沒有影響 即是你坐在那裡 上課發夢 就發夢 對 因為他們已經有淒涼 即是九十幾分 九十五分 避免都不行 因為他贏在起跑線 以前不需要 便可以 由於現在贏在起跑線 你有少許距離 跟不上功課 你就等於有病 所以現在很多小朋友 開始多一些情緒病 情緒病 很多時候都是找精神科 所以 如果有影響規定 就定義了你是有精神病 沒有精神病 但影響規定是社會界定 隨著時間 影響規定的規定 影響規定不同了 現在你少少不專注 就是影響規定 對 以前你不胖 就已經沒事了 現在你考不到100分 現在100分才叫做正常 正常 但分都是計數的 其實說真的 你拿100分 跟你的小孩的成長 或者他的能力 有時不成正比 當然不成正比 他只背出來 但他可能其他東西 拿個水煲去燒 就是了 就是了 你的社會不正常 就是你的要求不正常 就是覺得人不正常 有些時候都會惡性循環 我想可以這樣說 那些界定 都是給簡單公眾 或者其他人有基本抗驗 但真真正正 真的迷來的事情 是應該根據每一個人的需要 其實這個定義 原初很多專家 他們去創造這些定義 其實他的目的 是想幫助病人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大概20年前左右 沒有所謂 Pathological Gambling 這個事情 沒有所謂 病態賭徒 病態賭徒 就是沒有這個名字 只有蘭賭爾 病態賭徒 所以已經有 你覺得他很大眼睛犯賤 但譬如一個psychiatrist 他就開始接觸到很多人 他就向求助 於是他就嘗試接觸一下這些人 他可能接觸到一個 兩個 十個 一百個 一千個 然後他就發覺 為何他們有一個pattern 每個都有類似的東西 然後他索性就嘗試 歸納 歸納完之後 他就發覺不妥 其實會不會是 腦子會有些事 引致到這些人會特別去 行為模式 又不見了 Peter去賭錢 又不見了 John去賭錢 只是Alex 只是他才會賭錢 即是明明日日 對於賭權做可觀的人 沒有見面難得意 而他賭錢的行為 永遠都是一樣的 都是 他就開始歸納了 於是歸納出來之後 就很擔心這個是一個病 於是 就想去幫他們 但你就要在社會上找出來 所以找的時候 難道你逐個問一大餐嗎 剛才我說 你幫一個病人當然要很了解他 但你要很了解他 你要很花時間 是 你是一個醫生 你想幫整個社會 你想找這些病人出來 當然要 簡單化他 變成一些definition 然後去抓他出來 即容易歸納了 所以才要有條線去畫 或者要有定義 剛才你問到 究竟什麼叫精神病 定義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想去找他出來 去幫他 這真是重要 要不然有些人 起碼看到這幾個項目 是重的 他懂得去找我 但是醫生是這樣的 心腸去做這件事 放在社會上就不同了 社會上可能有些老闆就說 你有精神病還是沒有精神病 你有精神病就能解僱 對 專業人士用和不專業人士用的分別 即是那些項目 如果放在不專業人士當中 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美國出現了一個更加不太好的情況 就是你上到法庭 究竟判你有罪 還是判你沒有罪 但不是的 那24日給你那個人 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沒有罪 對 精神分裂的原因 他是第一個沒有罪 所以你說如果定義了你是有精神病 你就沒有罪 對 所以 那一刻有著數 所以有病還是沒有病 就突然變成一個很大的事情 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打開最新一期的 我們所說的DSM 即是美國標準的精神 就是標誌 你發覺有一頁是很多人都沒有看的 那一頁就叫做 什麼呢 就是免責聲明 在這個標誌中 是不是用來法庭的 但是他真的是法庭的 真是法庭 即是說了男人 就是說了 沒有話事 所以美國那邊就很扭曲 就說有些精神科醫生 或者有些漫話 就說上到法庭那裡 那個法官在那裡 台下的律師就拿了一張 XCT brain的片 就證明你不用坐牢了 那才有戲做的 但是我實在 我經常覺得 如果將一些有心願才是好的東西 放在一些沒有心 或者是一些心腸不好的人當中 就可能會出事 就是這樣 所以你定義有病沒有病 其實在我來說 我覺得我定義他出來 我是想幫他 不是想去標籤化 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不能夠不承認 現在標籤化也有一點點 所以令到那些人是餵殖技術 因為你無端端不會 我找到精神科醫生 檢查一下把握物 好像平時 你知道看中醫 都會 我只是想補一下 我找個中醫去 沒有病是勤生的 對 不要說 我今天上去精神科醫生 我去檢查一下自己的問題 我只是補一下新的 你不會這樣 所以其實那些定義 也幫到某些人 可能他自己自覺 或者身邊的家人 你覺得他有需要的話 就去找 以及不要定義了精神病 就將他等同了吃藥 這個是 你將這兩樣東西等同了 就糟糕了 你變成了 你有精神病 你就是標籤 你就是異類 可能你做壞事 又不用管坐牢 但你又不能上班 然後要吃藥 他將這兩樣東西等同了 作為醫生想去幫助這一類的人 就會很棘手 但我應該真的想問 因為醫生的人打算給藥 還有很多精神科醫生 應該都會連藥 會有精神科醫生 只是做心理治療 而不用給藥 我想關鍵就是 你不要將他等同了就可以 如果你不是等同了 剛才說的三樣東西 這個是藥物 心理治療 還有我們叫做 social treatment 即是在一個環境裡 剛才說過 如果你晚上發夢 看見老闆 究竟是否應該轉工 我有時也會叫病人轉工 是 你處理不了 有時會叫病人轉工 壓力承受不了就轉 有 有叫病人轉工 有些書寫得明 是如何管理你老闆 看我的書會好 你有這樣寫的嗎 我知道 不過不用看 我應該怎樣管理 你知道他有問題 是 你會怎樣輔導你的病人 我試過叫病人 告訴我老闆的精狀 對 好像古代的一條線把脈 離遠就說老闆精狀 然後他給他把脈 其實老闆的精神病很普遍 你明白嗎 很容易搞他 壓力太大了 也試過病人 他不懂得知道老闆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告訴他 你覺不覺得他這樣 然後他說 對 你說得很對 老闆真的這樣 我叫你離遠給他一些藥物 那我就告訴他 你有時候不小心 走到老闆的位置 掉了我的卡片 對 叫他找你 沒用的 他也不會看的 但你知道他有什麼事 你會舒坦一點 我想問 剛才說老闆沒有找你 是否真的有問題 是不會自己看醫生 通常看醫生是誰 其實不是 其實很多人都很願意看醫生 也不要說人家不想看醫生 不過人家看醫生 不會通街告訴你 你明白嗎 我又不是覺得很多人 我又不是覺得很多人 不去看醫生 就是說我去看醫生 我去看精神科醫生 比較少 但你說不要到處說 其實也是正常 就是說好事不出門 醜事是全千里 不好的事當然是不要跟別人說 好事才到處說 如果你說看精神科醫生 別人當然是不想說 我也理解 還是沒有去看精神科醫生 也有點偏向為好 我一畢業找工作 老闆就跟我說 醫生是這樣的 你已經預算了 精神病是被人歧視 精神科醫生也被人歧視 所以你們兩位請我上來 我很高興 你們沒有歧視我 為何要歧視 還是因為 我真的不覺得為何要歧視 有些人是這樣的 精神病人我明白 精神科醫生也要歧視 歧視當然歧視 為何 即是覺得你是精神科 因為 如果要成見 醫生當然要用藥 要用刀 技術的東西 專門去求科醫 因為他們覺得這次是科學 你靠口 他們不覺得你是科學 因為感覺不到 很危險的東西 這是真的 理科人文科人 是這麼分的 他不當你 等於有些醫生不當牙 因為是醫生一樣 明白嗎 他覺得牙也不當你醫生 但自己給你牙 這樣也可以 有很多精神心機專業 不過我現在是這樣 與其說別人歧視我 不如我自嘲 實際上我都不覺得自己是醫生 沒有說不行 其實你融入了生活 實際上你會看照 其實家裡有些牧師都一樣 說talk show 說gat都還可以 我不是說耶稣 所以我有時覺得 我放下了醫生的包袱更好 對 更輕鬆 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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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加你做的事 可能在生活中 或某些部分中 找到的問題 會多過 其他那些可能 大家知道 有沒有斷手 那些很明顯 但那些可能 已經不斷問很多問題 或者在管轄當中 找到的問題 可能真的 你放下你的包袱 更會更好 所以我覺得你醫生的包袱 你放下 你走進這個社會 剛才你說過 你藥物治療是一種 心理治療是一種 但很少人說社會治療 是的 即是很想問 而且為何我搞這個節目 某程度上 都希望有些社會治療 有些人又不敢跟別人說 又不問醫生 我喜歡上網都可以看看 社會治療 我已經奇望 即是見完我之後 覺得自己很正常 這件事很安慰 其實是很安慰的 今晚好睡覺 有一個比較好事 因為其實說社會治療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社會好的就是治療 不好就更加大壓力 而且可能令到它更加收藏 因為你的歧視 又或者標籤等等的事情 令到一些人是 你製造了另一種壓力出來 覺得是否自己有問題 很多時候有些甚至是自己 撞殘自己 可能見到某些人的眼光 我不肯定是否那些幻覺 他好像對我一般 有些人是這樣的 的確是妄想症 有的 就算沒有去到很嚴重 有些女生怕會這樣 有些人亂想 但再嚴重一點 就真的變成精神病 但這些是社區上 其實比較少的教育 或者是 就算有很少人肯去支援 其實我想不要用教育這個字 我經常都很怕用教育這個字 即是好像你是高高在上 知道 我教你 你怎樣才想正常 但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說不正常的精神病症 即是不要說是精神病 如果只說病症 真的數了 我想100%可能都會有 人生裡面總有遇到一兩次 我都知道這些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總有一些 多一些 多一些 總有一些 所以我想不需要介意 人生總有起跌 偶爾可能一陣子很不開心 人生很低落 女士每月都會有些時間 但不用找你 其實當這件事越來越隨便 即是有什麼感冒 你不會說 哇,你是雙風? 不會這樣 你覺得這件事是普遍 或者有一點 外國就要問你 外國是否這樣 外國其實是比較適合的 即是他們是個人主義的問題 不需要把他們塞在一個帽子裡 所以這些所謂特立獨行的行為 他們是較為容易接受的 我們認為幾次線的那些 即是現在 你會看到 開始成為主流 堅持不喝酒 堅持吃素 中華人社會比較少見 因為要隨和 大家要合群 中華人都要確定 社會治療 所以變成為何文化轉變了 你的預期會不會這樣 對,但中國大陸有自己的精神治療 等級系統 各地都不同 因為那些人總是有些不同 事實上是 他們的價值觀 有很多人了解不到 各地都不同 各地都不同 所以變成你的社會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外國較為接受你一些個人化的東西 所以變成所謂的 什麼叫做 deviant activity 就是deviant behavior 對他們來說 他不一定是deviant 叫minority 沒有叫deviant 沒錯 他成為 minority 或者叫做 nonconventional 即是非主流 較為多元化 即接受程度會寬闊 反過來的人不會那麼瘋 即是很瘋 他不會面對一些忽然之間 不應該有群人化 即是如果你用一個這樣的模特兒 很多條例都不用 教育也不用 不是什麼教育 不是我比較聰明 不是我比較聰明 教育 acceptance也不用 什麼叫做acceptance 你有問題我接納你 即是我是主流你不是的 即是如果有個朋友突然跟他說 Amanda 我們會包容你 那你有什麼感覺 突然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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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包容你 然後我說什麼需要你包容 就是 阿歷斯我會接受你 明白的 明白的 他今時今日都不太接受 幾個新朋友說我會接受你 他覺得我很奇怪 所以minority 他覺得我是需要接受事 所以minority這個字就會比較好 雖然這樣好像有些 politically righteous 好像有些很潔癖 但我又覺得是對的 常會上也是對的 我會這樣說 因為他們比較平等 那些人是值得每個人平等 你會尊重的 相對是 所以你的風闊動物可以抵抵 你吃素嗎 不要緊 你有你的世界 我有我的世界 有些人覺得他是paranoi 偏執狂 是你覺得他 沒錯 我想可能不說人家 為何中國是另一個系統 就是因為 一說中國系統就頭都尋了 中國人是整個網絡 是 他是很體重你是deviation 他整個系統是 整班人圍著一個 就是做中族 就是做中族 大家做的那些 你一同做的那些 一起的 你做的那些是不同的 你很大件事 是 他們的地位 其實我也遇過一些學生 因為有些私人學生 雖然教我講話 或者教一些MCUD 其實找到底 很多是小時候的問題 就是family的問題 例如打壓 又或者可能是 我試過一個很好的 要他conformity 而且他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他經常說自己轉數不夠快 那就找吧 他說話是兜圈的 他永遠不得stract forward 後來找回 原來有些原因是什麼 原來他小時候乖 是才得到讚賞的 如果不是 就得不到愛惜 他就學會一件事 就是原來我要講一些 他們聽的話 對聽 對 不是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9月9日現在大了 成年有小朋友 他都遺忘了原來他小時候 原來可以很搞笑的 或者是鬼馬 忘記了 但這個可能是一般 父母 或者是中文社會 比較喜歡小朋友聽話 或者是要聽話 小朋友的性格形成 那個時候 distort了他 他就變成 變成不正常 就是相對於他自己 相對於他自己 所以就是說 人與人之間 正常的標準 你可以個別自己定 西方教會是接受這件事 但是東方教會是群體 集體主義 說他不太接受這件事 因為要聽家族說 對 不是媽媽 人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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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 三姨也這樣說 四叔也這樣說 是整個家族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又不是他們可以選擇 或者問題是來自其他事情 所以很多創意的事情 他想到的事情 都不鼓勵 三姨說不好 對 每個人都說不鼓勵 總有人反對 總是看別人眉頭眼睛 對 如果你說有些違反 我舉手 我說的答案是不對的 如果是西方 即我 suppose 你說一個問題 你的答案不是標準答案 挺有創意的 那你要解釋一下 你解釋我不是說你錯 但你要給一個充分的理由 但現在有老闆 你不要搞我了 不對就錯 對 剛剛幫我兒子做功課 我兒子少一 我兒子少一 我太太就給我看一份功課 她說我不會做 我太太說不會做 我說好 我還是去看 遇到理解 小一 我看完篇文 她說A、B、C、D 選一個 我就逐個鏡頭 我跟太太說 A是對的 B也是對的 C也是對的 D也是對的 然後我就下班了 那你怎麼回答 我太太就說 喂 你走了嗎 她說什麼 我覺得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工作 你只是解釋了 你要控制我的題目 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我就告訴你A是對 B是對 C是對的 D是對的就下班了 但是當然是被老婆 當然 你滿足不到她的要求 做到今晚 你也做不到 A、B、C、D A、B、B、C、D 你居然告訴她 你總會選一個 你居然說四個都對 你居然說四個都對 下方再加一個自己 全部都對 我還沒判斷她 我說出版社有問題 我還沒打電話 我還沒電話出版社 我還沒電話出版社 你錯的 這些事我試過 但她沒有當我瘋 我證得出版社是錯的 最後我就選了一個 所以我想醫生 你要做的事 除了大人之外 就是瘦子的部分 你是在將來的社會上 多一些正常 沒有那麼危害 不是所有小朋友都給我看完 我也是看好笑 就是教育 或者是父母 至少她不要自己有問題 那要輔導當然是父母 對 搞到她有問題是父母 或者可能是學校的老師 不是說他們想 而可能他們也有很多壓力 而他們自己排解不到 所以就會是 譬如我也試過 我自己讀書 也試過 在課堂自己哭 因為太大壓力了 那些學生 其實真的只是開玩笑 那一刻她的心情 沒有什麼 就哭到我 很小 我真的有些朋友 她是教書的 是有幾年的抑鬱 就養了兩隻狗 開心點 然後又做回老師 我問你做什麼 做回老師 她很無奈 做不到其他的工作 所以又回到想死的部分 經常都說 我很多委員要做 那樣 就是瘋了 這樣告訴我 其實他們的心情 或者他們自己的心理 可能會影響 直接影響到小朋友 因為有沒有時間心機 剛才醫生說過 你有時間心機 跟病人聊天 其實現在一般 你會用多長時間 跟病人聊天 那就看看有給我時間 真的嗎 如果你說政府 一個上午 有30個病人 不可能 除非每個人說多少 即是急症失禮 沒有意思 對 不過不是的 你做得久 你就會有些方法去說 雖然你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多數分鐘 但你也可以說到一些 有關的事情 不是風花雪月 小小 有些家靈館縱蜜 Sophia說是不是很冷 其實不是 因為這麼漂亮 我們的衣服有些 跟著多兩件 回覆你 讓你知道 另外Kevin說 說小孩特別精神 醫生 可能是Kevin對小孩的精神 大家較為關心 家裡的小朋友 真的 因為將來 我有時候想說 我們老了 都是靠他們 所以我都希望他們會比較 因為你給那麼多壓力 又是不正常的 希望而已 所以我也希望 多分享 其實沒有關係 我經常覺得 為何說要贏在起跑時 其實說真的 去到中段 家長想不到 是 即是說 你說小一至小三 小一至小三的小朋友 坐定定 基本上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是做什麼 因為他的腦未發展成熟 他不懂得翻 他不懂得想 但是去到小四至小六 就已經開始來了 我經常覺得 現在的年輕人 青春期 都越來越早 即是人世鬼大 社會問題 人世鬼大的情況 不會的 腦應該不關社會的事 環境很大 看得到電視 YouTube 你打開手機 全世界什麼都看到 這個我很想研究 一直問醫生的醫學問題 雖然社會上 可能他看得多YouTube 但他的腦發展是有時間的 有 他組織也有個譜 所以我剛才就用小三做分析 所以為何人說 反對小三 TSA 我覺得是有科學根據 小三你真的可以切下去 就是小一至小三 比較 我們叫做 cortex cortical development 就是 brain 其實他最外面那一層 就是老闆 就是你的腦 最外面那一層 就是控制的 裡面那一層 就是比較自動的 你去到小一至小三 外面那一層 不是最厲害的 去到小四至小六 就開始有自由而治 所以家長管不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小一至小三 你捕到行 發覺都不行 永遠的家長不會說 那好吧 我小四至小六才捕 他一定向前行 一定向前行 所以就去了幼稚園 現在有一個新的定義 叫做幼小銜接 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幼稚園和小學的銜接 現在教育界有一個新的概念 叫幼小銜接問題 不是 就是今年才出現 有否發覺教育股股股是短的 是 他們是不是要找你 我常常都在開會 醫生 你是不是要找你 幼小銜接 幼小銜接 就是小學在這裏 幼稚園在這裏 幼小銜接應該怎麼做 不用不用 你問我的話 幼小銜接應該把小學拉低 這樣叫幼小銜接 但你覺得是嗎 但她是拉高 當然不是 當然是幼稚園上 幼稚園拉高 所以不是說她拉高了 所以新聞就經常報 幼稚園K3就要做月讀高高 軟設計 K2就要做月讀理解 混了 K1就 現在說到N班 所以我經常覺得 終有一天 N班要跳火圈 看到小朋友跳火圈 如果不是那麼精彩 昨天吃飯 有個朋友教跳舞 她給我看三、四歲的小朋友 穿蝸蝸蝸的衣服 去跳舞 她們很勤勵 每天一直練習 然後我就覺得 悲哀 三、四歲 哪裏是齊的 但問題是 那段時間不是玩這類的 他玩這類比賽 要拿第一 那間學校 不停鞭他 小朋友這個小手 其實競爭是家長、老師 學校都競爭 小朋友沒有競爭意識 小朋友沒有競爭意識 沒有競爭意識 然後就做 然後就做 她又不知道什麼事 但到最後 其實他們的成長 時間就佔用無聊的地方 對 可能他們在品格上 又或者可能 已經不是說品格 現在在說大小肌肉 都沒有時間訓練 最重要 就是這些很小的位置 其實以前經常都可以通山 不是通山 玩 在平地 這樣就走 然後這間的Cup House 是不能走的 我自己這樣看 我猜 我猜 十年至二十年後 的香港人 是會很容易跌的 沒有平衡 因為大肌肉都沒有發展過 可能下一刻會跌 但腦袋可能就很發達 真的嗎 但每個人都懂五六種樂器 我現在預計二十年後的香港人 你懂樂器你不用 你沒用 二十年後的香港人就懂很多樂器 每個都是樹琴 樹琴高 走到街上 走到街上 整個街上都是樹琴 做甚麼 因為其實剛才說 那些大小肌肉 那些有很多關係 還有你的品格 不是那麼誇張 因為真的有時候 我的學生有些不太協調 不要說你跌不跌倒 可能你看到他的動作 說話那些是有些奇怪 是他們不懂得運用 但因為你的整體感覺 你很簡單 你手也無法控制 你看上去就很奇怪 因為我真的見過有個男生 我記得有某些活動或訓練 也見過 他是需要資助的 他永遠是玩玩遊戲 但我真的第一次見到人玩遊戲 打到手是這樣的 有一點點內彎 頭是永遠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本身應該有一點點 就是家裡的問題 再加上他應該有某些偏執 某些部分 加上經常長時間玩遊戲 唯獨小朋友 打遊戲是非常厲害的 那些就是你的腦袋 某些發達 但你控制是有些問題 因為他是青春期的年輕人 他用了那些時間做同一件事 所以你看到平時是很古怪的 我覺得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但一般人很期待會跌 所以就是說你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社會治療 就是治療一下社會 治療一下教育制度 小豐子 不要看著我 我經常講這個問題 就是要治療教育制度 因為大家要花時間去考第一 為何要跳舞 為何要樹琴高 是說因為你要100分 或者要那一疊CV才能入到那些名校 厲害 如果不是大家是否這樣做 因為鋼琴是不收的 鋼琴是基本的 不收的 不收的 不看的 但每個人玩樹琴 以後會玩甚麼呢 非洲流 基本上是非洲流 非洲流 基本上是玩馬術 即是說玩一些很… 馬術 我真的有遇到家長是學馬的 是因為沒有人玩 對 即是很厲害 但我想是否扭曲了某些東西 或者譬如說… 這麼多精神科 其實很小時候 可能大佬是要建造不同的部分 令到他有不同的… 例如我之前說過《撕裂》這部電影 說的是那個二十四個比例的性格 是說是小時候受到極度虐待 然後大佬就自己演變 或者做了某些事 製造自己才分裂出來 這就交給詹姵畢先生說 我說了一九九 這部份會否就是小孩子 其實他需要很多時間 去健康的大佬 才有一個健康的人的生活 如果你說大佬發展 首先你要大肌肉 即是說你的手、腳 或者身體的平衡 現在沒有平衡 運動也不重要 所以常常說笑 說二十年後的人不平衡 但是小肌肉 不是每個人都是拿筆 但你要想一下 其實原來是扣扭 扣扭也是小肌肉 只是拉鍊 綁鞋帶 綁鞋帶 又是 然後用筷子 有姐姐幫你綁 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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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是小肌肉分裂 例如小孩子 九個半是不會拿筷子的 很無奈 然後你除了大肌肉和小肌肉 你有語言的發展 但現在語言發展是怎樣呢 就跟飛融和看電視 語言發展 是 小時候已經要兩文三語 兩文三語都學不好 混亂了 另外有些家長 你不覺得很多香港的家長 經常都跟子女說一些 港式英文 是呀 都已經不聰明了 是吧 但是明明一看就知道是香港人 還有他一開口 聽到他的英文就知道是香港人 是 但是他也堅持在日常 例如大家去吃飯 是 是 有很多 都不斷跟子女說英文 他要製造一個英語環境 但是不準 是 所以語言也是這樣 這是基本 接著就是情感 情感就是你跟子女的關係 但是你跟子女的關係就是 讀書 做功課 是 一放回來 第一件事不是問 小朋友 兒子 你今天在學校發生什麼事 當然不會 今天做功課沒有 對 做功課沒有 什麼成績 今天拍攝成績 成績是怎樣的 臉色一沉 真的不行 然後就慘了 自己 自己在說慘了 怎麼辦 我真實的經驗 告訴你 我是上個朋友吃飯 我約了兩個女朋友 我和兩個女朋友上去 我的朋友打開門 他的樣子是 煙的 但是你感覺到他看著小朋友 吃飯 是這樣的 然後偷偷地 埋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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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們吃飯 看著他 他又對著小朋友 又懶得很友善 但是我也感覺到小朋友 沒有感覺不到 但問題是 他說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有名校 搞不好 又會被人趕走 但是家長很想有名校 因為他之前 真的想到發燒 不停地 然後一知道 就要大排延職 請人吃飯 我兒子入了名校 之後辛苦的人 就默默垂淚 自己垂淚 我們是痛心他的小朋友 因為他情緒等等 事情 其實會向一些細緻的位置 感覺到 而且看到他的發脾氣 所以情感發展 在這樣的壓力環境下 你又是不好的 再有其他發展 譬如社交 如果你經常都是 打機 讀書 去讀書 興趣班 全部都是 其實以前 你公屋這樣下去 對 打球 打球 玩啊 你自己也欠個 有想到要玩 還有我發覺 有一個concept很古怪 就是training 你有聽過嗎 所有事情都叫training 什麼叫training 什麼叫training 於是會有些社交小組 社交 然後就emotional training 又training 然後就什麼都training 專注力又training 會不會是因為賺到錢 所以就開 但是我想就是 打球靠賊 沒有再用training 這個字 小朋友 要探索 你去沙灘 你去沙灘 你的腳感受一下沙 曬太陽 撿蜆 大肌肉 小肌肉 然後旁邊有 或者你去遊樂場 跟其他小朋友 經常搞 跟其他人吵架 對 這個很重要 自己搞定他 自己搞定他 也不用教的 然後就懶新懶小 回來洗澡 媽媽要掛來煮飯 你自己洗澡 自我照顧 而且他覺得自己有需要 然後在不同的兄弟姊妹去做 這些也是人際的能力 不過現在比較少 這些不是training嗎 對 你沒有一個大家庭 沒有成績 沒有一份CV 不能交給學校 對嗎 對嗎 很多人 我經常都覺得 很多人會說 你不去報那些興趣班 你其實是否放棄你的兒子 你是不是不理你的兒子 說真的 有時候有些人都叫我 一些MC class 四五歲 我真的沒有本事 我真的沒有良心 因為說真的 根本都不是那樣的 你第一件事 你想學 還是你的小朋友想學 我真的問這個問題 他很害羞不說話 說真的是不是他想 很明顯不是他 害羞不說話 也不用做MC 還有說歲數 做MC 是兩件事 他連站也未站得住 事情都未說到 做甚麼MC 他覺得做MC很威風 對 而且真的是尖指 但anyway 我的心態就是 我真的不忍心 去做這個面子 因為我欺騙你 我完全覺得 他需要探索 他知道你發生甚麼事 他未有能力去理解 唱悠開心一點 對 你放任他 譬如有時候 我也試過 我之前有經歷的 八至十一歲的 社福機構去玩 我隨他們試 我真的可以半個小時 好 那你做一個小主持 你和大家玩遊戲 那個年輕人站在那裡 呆了很久 我問你放不放棄 不放棄 都還在等 如果一般我下去 就不讓你做 但因為最好是甚麼 沒有枉工我作主 那段時間 我便鼓勵 他那班同學 那班觀眾 已經在後面玩玻璃璃 前年沒有人 我再鼓勵 他開始上市 等了半個小時後 我終於走過去管理他們 但完結後 很大的反應是怎樣 他之前上課是這樣的 男生剛好正到青春期 後來地鼓勵 他真的小成功感 他真的頂 both 即是是這樣 我想這個是 是要集 Idee 對,因為我不想跟別人訊息 我不用交什麼解決給別人,我就由他在裡面玩 因為我要他是自己由他出來 有一個基本的,就是我給他時間,因為每個人都想 我們就在那裡等,你不放棄,不要緊,我讓你繼續 但其實真的,因為從教育那件事 我可以控制在一個框架之下,我可以給時間 但其實時間是不是每個人都捨得給? 因為不是上學了,工庫還沒做完 很難搞 其實在一個固域的空間,小朋友自己發展 會健康一點 自己會生長,自己會發展 你不需要選擇的 他會 adapt 現在為什麼時間會這麼緊張? 家長會害怕 就是他有一個不確定性 就是當你放手讓小朋友自己去玩的時候 他是不知道你玩什麼 由於他不知道你玩什麼 他沒有量化這個結果,他會害怕 沒有辦法 所以有時候,你所謂的輔導是輔導家長 跟著我輔導小朋友 但有時候你很難輔導家長 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帶問題來給你的人 你還是輔導他 那你不是假裝輔導小朋友 就叫家長請坐下 很難做的 親子輔導 很難做的 這當然很難做 很難做 要先回答家長的觀眾 他說 Sophia說 現在玩運動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都是為了滿足母親 就是用草引花去升好的學校 另外,Hedek Chan說 醫生你說的生活是練今的小朋友 是奢侈 是不是 奢侈 奢侈 對 因為剛才說的空間的時間 讓他吐出一些東西 是不知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訓練這件事 本身的概念已經很有問題 甚麼是訓練呢 訓練就是要訓練他 如果他本身會自己成長的時候 你的訓練究竟是在幫助他 還是拔苗助長 等於你買一粒種子回來 吐在泥上 他其實會生出來 你在他旁邊跳舞、唱歌 跟他播音樂 為他唱和牛 為他喝啤酒 即是龍貓 龍貓是會對種子跳舞 對 你跳舞 你跳舞 一粒種子也是生 你不理他 一粒種子也是生 但你不理他 就會有很多聲音告訴你 為甚麼你不理小朋友 對 你任由他就行了 這些是屏輩或其他家長 社會有問題 廣告 社會有問題 令大家沒有甚麼深入去研究 小朋友的發展的人 就會覺得好像讀了好一點 所以問題就是 大家不知道 小朋友就是一粒種子 會自己生的 他經常都覺得 小朋友如果不去 經常都說 小朋友是一張白紙 我還不相信 甚麼是小朋友一張白紙 不要上課 那又不是這樣說 那這樣大就比較大 又不是這樣說 你的腦部也會有些 input 我覺得由你正常學校 我們稱為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即是他的教學 應該跟他的腦部發展要相適應 即你的腦部發展到那個位置 然後就有相應的 現在不是的 現在當然不是 現在就是 認知主導 即是偏向認知 就是 cognitive development 全部都是在那裡 其他那些 所謂的訓練 其實都不是真的訓練 我可不可以這樣倒轉 是因為某些家長 因為工作太忙 或者他不願意訓練 即是不願意自己教 就批評給別人教 未必的 他們批評給別人教之餘 都在旁邊觀課 很緊張很認真去看 那些是好的 我也有些是批評給別人就算 就是托兒服務 所以有些訓練 他們的產品是有些 那些就不用理會是甚麼訓練 即是直接放在那裡就可以 但也有很多家長 其實真的要選擇 真的要訓練到 十項全能跳火圈 我也是覺得要跳火圈 就快要 我們變成馬戲班 但他們的小孩會廢了 而且最大件事 就是他們這些早期的發展 是影響到你之後人生 有些不能回頭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 真的嗎 又不可以這麼說 就是因為覺得早期發展很重要 如果不成功就不能回頭 所以才會批評 所以才會批評 不是兩文三語 跳舞 例如說小肌肉訓練 大肌肉訓練 應該這樣說 就像杯水一樣 如果杯水的杯子去到這裡 你再倒水下去會怎樣 滿捨 他不會弄壞 那杯水不會弄壞那個杯子 你如果幼兒教育 是不適合的 那他學不到 就沒有了 可能是廢了 但是你說會不會 令到小孩會有 permanent damage 我覺得還未去到這麼誇張 那也不會 還未去到 會令到他一生人都有樂印 除非你虐待他 只不過就是浪費了 每天寫字和墨書都是虐待的 我大概是否很開心 那也不會虐待 我又覺得小孩的彈性很大 因為之前有些跳樓的個案 跳樓不是小的 跳樓是中學和大學的 但是從小到大 小的不會 小的正常也不會這麼早 我想他是浪費了一些時間 又做不到一些他真的做的事情 而他真的發展的時候 是你覺得是廢的事情 例如小息 我經常跟家長說 要有小息 因為小息的時候 就是跟別人交往 跟別人去玩 打球 而你的小朋友的成長 其實就是小息到成長氣 就不是正常的上學走出來 另外有一些 特別是女學生 小時候小朋友 女生很喜歡八卦 很喜歡玩八卦 還有我跟你朋友 我排職過同學 我不跟他朋友 糟了 我沒有經歷過這件事 如果你有這些 即是說 我和你朋友 我和你註交 但這些是社交店 對 這是正常的 也有的 你有沒有用紅筆寫字 即是用紅筆和你寫 代表我和你註交 沒有這樣 沒有玩過這些嗎 沒有 你斬開 絕交 有些小朋友有玩的 你沒有玩過這些嗎 沒有 你沒有留意小朋友 很習慣的 我想我小朋友也沒有玩這些 即是這樣 你斬開他 那我和你絕交 即是好像那些 你碰到一個男生 小朋友有這些 小朋友 那些是創意的 是 我和你朋友 我和你一起排斥他 這個不是只有小朋友 女士去到任何年紀 都會有這個動作 我想告訴你 但我想告訴你 如果那個小朋友 我們稱為Altistic 即是他的社交能力 或者是Empathy 他不太明白別人的想法 那些人不懂這些 是的 他不懂 你明白一件事 即是小朋友的遊戲概念 你不可以用大人的概念套下去 包括人際關係 他也是當作一種遊戲 是的 他要經常玩這些東西 他才會正常發展 你不能因為他的東西 這麼怪雞 你就不讓他玩 要的要做的 如果小時候真的玩 也有的 等於許醫生剛才說的 平衡力 諸如此 小朋友小時候 當然會跌到口中鼻青 那是正常的 那就是你不讓他跌成正常 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公園那些 你不讓他跌成正常 公園那些玩遊戲 是很不正常的 另外我看過一些文章 說日本的遊樂場 他說日本的遊樂場 那些攀登架 特意弄得不太實 好像有點鬆鬆 他用危機按 他就說讓他感過一下地震 即是地震也可以來 危機按摩 讓他有點離心 讓他習慣危機 特意保護自己 是的 但又很有趣 有些訓練 你有沒有聽過Baby Gym 聽過 賺錢的 這些人 他們在Baby Gym 特意設計到一些地方 是有點不穩定 被小朋友爬上去 然後就告訴你 我們這個訓練 就是特別製造到一種 波池已經很足夠了 波池已經很足夠了 要在我們這個Baby Gym 有這個設計專人 有這個發展專家 其實你放在家裡就可以了 基本上 收藏就可以了 我想說是商業 是一個商品化很重要 即是commercial one 令到他們不知道 其實你家裡任何地方 任何時間都可以 其實你帶小朋友去沙灘 你去遊樂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但現在就全部跟你收起 沒有時間去做 但就去了訓練 所以就有一個商品 我經常都覺得 這不是一個好事 因為第一件事 你已經規限了 第二件事 就是無謂花錢 父母的錢 很辛苦賺錢 就很辛苦 但其實把不賺錢 壓外的錢的時間 就是對著小朋友 可能是很簡單的 訓練 剛才你所說的事情 還有最重要的關係 我想是父母和小朋友的關係 都很重要 而且我剛才說 遊樂場的設施 以前那些是兩炒場 我經常走過 怕會出事 對 那個箭又箭到口都爆炸 危險又不行 又怕會用 我想想以前小時候 那些有特拉就有特拉 是箭職 但你要承擔這個責任 可以弄傷了 會痛的 你小心點 但這個時候不會 現在的小朋友沒有痛感 不需要痛的 沒有機會痛的 沒有機會痛的 超過保護 超過保護 即是瘋狂了 現在上面當然是瘋狂了 對 但當然回到精神病 如果譬如現在 除了你預計十多二十年之後 的人會更多跌 之外 會不會在精神上面 他們偏向那些問題 會比較多 那封的專科 會更多一點 這個我很難預計 不過如果你說情感 和社交 和所謂的語言 加在一起 我們就叫做性格 即是personality development 那personality development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給大人有 我們叫做coping strategies 即是處理壓力的方法 處理壓力的方法 雖然雖然 你用一些不好的方法 以後都會用 例如我的壓力 那些女生不喜歡就扔掉 就一直扔到底 如果小時候就習慣了發脾氣 或者是逃避 或者是不理會 就會一直延續到大國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又看到十多二十年後 即性格發展 如果你也是這樣 全能保護 那些人也是傾向於逃避 剛才上次的個案是一樣的 其中一天你會發覺 那些人的評論是甚麼加科 那些人被火燒了 不是去救火 不是去幫人拍照 他沒有痛感 因為他自己沒有痛感 你明白嗎 沒有 他無法調整 你給火燒傷 他要怎樣幫你 無法調整 但如果你是在戰亂裡成長 你根本就知道有甚麼事 當然是第一時間離開 對嗎 現在他的相機會燒傷自己 但也很奇怪 他完全感受不到對方 我已經問醫生 例如我們人的腦袋 有鏡陣神經炎 你看到那些事情 有一個感覺 但為何看到他那麼痛苦 或者有需要 還可以只顧著拍 而沒有那個感覺 因為你沒有那種生活體驗 你純粹是你的腦 懂得知識 即是可能當是看電視 但你沒有生活體驗 你的生活體驗 從小到小告訴你 所有事情有甚麼事 就會有工作人員來幫你 小時候有甚麼事 有姐姐 有姐姐來幫你 有父母 父母叫Helicopter parent Helicopter parent 就是直升機家長 即是來幫你 然後長大了 你就覺得有工作人員來幫你 有大會來幫你 所以會有一個cocoon 你跟世界是隔離了 你唯一的contact 就是你的手機 你經過手機 你經過手機 跟世界有發生關係 你跟人有關係 如果你說上一代在戰亂成長 他們會發現這個世界是chaos 甚麼都沒有 有甚麼事你自己走 有飯 要自己搞定 自己照顧自己 或者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弱的 對 這個也挺感受到的 對 但這件事是想不到有沒有training 對 你在生活中學的 你沒有生活 你沒有生活 想不到又沒有training 然後學不到 還有剛才你說的那個 soul quick training 我想你自己解決問題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撞板多 應該要錯一個 撞板多 真正好的coping strategies 就是靠失敗 對 不是靠上司 但你現在不能輸 你做功課的朋友 一定有100分才可以給他們 第二天上學 是功課 對 不要計算考試 其實是trial and error 是最好的 對 所以這個社會是習慣 只是一定要贏 還有很多時候父母在子女面前 是表現一個最完美的一面 就是在子女面前 永遠都是最完美的 不需要 從來都不會被子女生 有時候很多時候 譬如有些人 他覺得我童年很苦 我爸爸就去賭錢 我媽媽在家裡哭 有家暴 其實你看到很多事情是很缺陷 所以你就要很努力去彌補這些缺陷 或者我要解決問題 我都要處理好它 現在都不是 全部都是很完美的 對 因為你說完我現在腦裡 馬上想到我的朋友都是這樣 可能他很辛苦 家裡的事情 但他不會跟小朋友說 他覺得小朋友的姓妹會明白 怎麼會不會明白 但問題是他裝扮很好 在裝扮上 可能帶他去吃的地方 美心也切了 蛋糕 令到他不會知道他有困難 所以有時候 譬如我教兒子 我兒子現在少了一 我有時候未必一定會 真的用爸爸的身份 很完美 或者是很自益去處理 譬如有時候可能 真的跟他真的要聯絡 譬如我試過 兒子跟我爬電腦才算 我真的會生氣 我生氣你 我生氣你 他就去哄你 你明白嗎 你不是說像一個身份模特兒 像上帝一樣 有些事情都跟他隔離 又給他最完美的事情 他不是的 他感覺不到那個世界 對,你要感覺到那個世界 還有有時候回到家 你不只是跟他說你功課 說他學校的八卦 即是學校的八卦 跟誰住交 跟誰打交 他也會很願意跟你說 有時候兒子做陀哥 今天是誰被老師罵 哈哈哈哈 我們就一直跟他說 他罵什麼 他壞什麼 對 我很有興趣想知道 精神訪醫生是怎樣教兒子 不然之前有家令觀眾說 他就說是無痛感 小朋友打這個預防針 家長說想先塗局部 皮膚麻醉藥膏 那是否沒有病 哈哈哈哈 都說現在有蚊也要報警 百文醫蚊還是零計 但普通蚊沒有理由 家庭觀眾說了一個這樣的看法 但是精神訪醫生你怎樣教兒子 跟一般的人 是否很著重他小肌肉大肌肉發展 有沒有特別的事情 其實你會特別多做 其實我剛才說的事情 就是我想的事情 也是照做 就是說你怎樣去發展 你在旁邊去看 你就覺得他是一直在成長 那就可以了 他是不是尊重他 或者觀察他會比較多 就著他的成長方向 不需要的 根本他自己會有那個成長方向 基本上自己會大的 天生天養 對 基本上是會的 但你忍得住嗎 現在很多時候 本來無一物 我處野陳奈娜 這個不是叫忍得住 你很想去控制他 你才知道忍得住 對 你可能是有因去控制他 很傻 就是你要按得住自己的慾望 因為我跟以前 我一個退休校長談過這個問題 他經常叫我生姿 他身邊有很多古靈精怪的父母 他說你能不能住 旁邊學三個 再旁邊的姐姐學四個小朋友 你忍不忍得住 你不需要跟旁邊去 最重要是千萬不要加入家長Whatsapp group 真的嗎 我都知道 有三個 馬上全部退群 真的很嚴重 我明天都暈倒了 你有三個小朋友 有三個家長group 甚麼三個 你一級一級上的 你升班會轉班 你有新群 但其實何時會有這樣的事 有Whatsapp 有這些事 在Whatsapp之前 是不是有家長教師會 還是群組的 你家長日第一天已經有 因為我試過 我負責去家長會 老婆叫我聽話回來告訴她 誰知道 我正想回家告訴我老婆 我老婆已經知道 一人已經通知她 因為家長已經在Whatsapp group 拍下班主任說的事 我老婆已經在手機收到 我正想回去告訴她 那不用去 其實你去幹嘛 要有代表出席 要派一個 其實很坦白說 一聽到這些 或者覺得家長 為何會這麼忙 有家長教師會 還有做義工 每晚要做功課 我那天才討論 為何這些小朋友的勞作 一看都知道 不是小朋友做的 很多時候 父母不同的媽媽去競爭 準確給媽媽 不是給小朋友 整件事是 好像跳過了小朋友 小朋友就是整個班 工具 就是這樣 他是透過她的情況 而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家教會很重要 你有沒有看現在大台的節目 對 我看著這樣說 很重心升 真的很重要 但我想其實本身是有用的 還是因為發展太過變種 變成一個責任 其實純粹是推奏 你想想如果你是學校 那些家長這麼緊張 有什麼事就走來投訴 你寧願跟他們逐個家長處理 還是把那些很多投訴的家長 幫他們成立一些組織 他們自己搞定 有什麼事就跟他們做 他們在投訴堂宇 那些家長其實會不會很累呢 我想問 其實家長之間要有競爭 因為家長自己都有一個小朋友 他們的小朋友和其他小朋友 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小朋友本身沒有競爭概念 對 但是家長和家長之間有競爭 也要競爭學校方面的事情 他們很擔心 如果他們在學校裡 不允許很多藝術去做義工 對 甚至這個兒子 就會偏心 或是老師的事情 難怪現在老師這麼大壓力 跟以前真的很不同 難怪我的朋友有抑鬱 真的很難搞 對 因為小朋友都廢了 對 所以要從他源頭減肺 你真的要在源頭上解決問題 所謂社會療療療療療 我經常跟別人說 我是一個社會療療療療療 即是社會療療療 當一個小朋友專注力不足來到 除了給他藥吃 跟他心理輔導 我可不可以開一張診療 上面寫著不黑劍 你可不可以減功課 真的要出聲 真的要出聲 對 我可不可以寫一張這樣的診療療療療 可以嗎 你直接給他會比較好 其實剛才你講了三件事 這個藥物 這個心理 還有社區 在社區部分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也不是一時三刻的問題 可能固有的價值觀 或者社會整個文化等等的事情 但你譬如藥和心理治療 是比較容易控制 因為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錢的問題 我也遇到有些朋友 他們是因為錢的原因 就不看醫生 真的有的 你譬如找私家醫生 他的藥始終有個數目 肯定比看過傷風感冒 每個價錢不同 有些可能是無奈去了政府醫院 但譬如說 因為其他藥物遇不到 譬如抑鬱 有些朋友 有公家那些 其實藥物只是比較多 還是應該還沒那麼好 搞到 怎樣說 總之是因為錢的問題 明知失敗或是更好的藥物 都不去 我真想問 譬如說 社區上面有人說 我很想 錢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事情你們會解決,或者可能政府那邊是否有些事情可以做到 令到更多人有更好的精神服務 其實最重要的是資源不足的問題 政府的醫療人手根本不足夠,醫護人手根本不足夠 醫生不足夠,護士也不足夠,這方面要增加,要投入在這方面 如果你跟外國的精神健康服務比,香港就真的是第三世界 基本上,投入是非常非常少的 第二件事就是預防,如果你說我很沒錢去醫治 剛才說過,其實你可不可以從根源去入手 究竟那些人的壓力,或者小朋友他們,剛才說過 我可不可以開一個Prescription,叫教育制度 阿倫斯公子說的應該 改變一下,那你大範圍裡面去減少病徵,是否比你逐個去醫治 其實是,這個我想是最好大家否有病 大家最好不會有病 即是你不要有這件事,加上大家都瘋了 是,但會不會是這樣 當然,譬如我們請了醫生上來 當然基本上對於這方面見得多一點,或者可能療得多一點 但對一般人來說,可能身邊比較少的情況 他可能自己有這個問題,他也不太清楚 可能要去到很嚴重 即是爆發了很大件事 甚至可能忍不住,要幫人,要什麼東西才有 或者甚至乎有些是Depression 可能真的做了傻事,大家才知道 其實,譬如這部份的時候,是否會身邊的朋友 有認識好一點,因為你自己也不知道 也不懂得找 那你那個社區,或者分享是怎樣 這個認識的問題,早十年是對的 即是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你說 那些人不要認識精神病症,沒有聽過抑鬱症 我覺得是要做的 但現在,我又覺得媒體這麼發達,人們上網 其實很少人都沒有聽過抑鬱症 但我想問題就在於,你已經知道了 那你究竟是怎樣 即是你去求助還是怎樣 問題是在於你是知道 但你覺得求助,是一種很弱的 即是覺得,我要求助,是不是我不行 其實你認一點自己不行 或者,Ask for help,是不是這麼難 難的,難的 還有,男性比女性難 男性比女性 即是他們覺得好像要放下我瓶鹽 我廚房的瓶鹽,要我放下 關心男性也需要咬很厲害 但又很有趣 你說接受治療,你不能放下瓶鹽,撐住 那股之然是無法治療 有時你放下瓶鹽,其實已經治了一半 為甚麼這麼說 你自己弄不了自己很大部分的事情 對,為甚麼這麼說 對,為甚麼這麼說 心理學上有一個resistant的概念 即是說,人對自己也很刻苦 即是他自己也很resist很多東西 這些叫defense也好,resist也好 即當你對著一個,老實說 可能我是一個醫生 可能對方年紀大過我很多 他心想,你這個臭小子 你吃鹽,你吃米 我真的跟你看這個 你教我 你教我做人 其實有時在診症室裡面 醫生是不出聲的 一直都不說話 有些人說話是一個宣洩 但有時你又要觀察 即是說病人在你面前 他Break down 放下瓶鹽,你扶一下 其實是他自己幫了自己 其實這樣更好 即是他自己幫了自己 他在你面前Break down 說真的,很多病人就覺得很醜 我經常都看到病人一個很特別的表情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哭的時候笑 即是在你面前的時候 那是問題的 一邊哭的時候笑 因為習慣了epotect 他哭的時候覺得羞恥 他覺得自己哭是shameful 所以笑是遮掩 即是他沒有意識 即是有 即是他沒有意識 我經常都跟病人說 如果我的診所有個攝影 我拍下來告訴你 但我當然沒有 即是 現在心燒了恐怖片 即是我觀察到 可能對方是很高的status的人 或者很英俊 或者很老 看到我這個臭小子 在我面前 他要哭 不只是男,女也有 即是男也好,女也好 他的自我形象是比較高 其實我沒有事,我只是坐在那裡 我看症 你說我對這個病人有什麼看法 沒有的,我一直看著 有這麼多病的人 即是不會對你有什麼特別的 但他自己是很大的 但他自己的感覺很大 他覺得我在你面前哭 我今天看到你33個 但他覺得很重要 然後你哭著哭著 又在那裡笑 笑是什麼意思 不是說遮掩 而是覺得很shameful 原來我讓你看到我的軟弱的一面 但從頭到尾 其實精神科醫生都坐在那裡 他說我沒有事 那他繼續 他覺得我好像在笑著他 然後他放下 其實那個過度 什麼叫放下自在 就是他放下了自己的ego 他放下了自我形象 放下了尊嚴 然後他突然有一種釋放的感覺 然後從頭到尾 其實我也是坐在那裡 但他進來 做完這個功夫 放下了 出去 他就覺得 醫生你完美 很厲害 但是你塑造了一個環境 你給了一個空間 以及你的磁場 我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我全程都坐在那裡 你覺得氣場 你覺得可以release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我記得我受精神科訓練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尊嚴的醫生跟我說 他說一個最理想的心理治療師 就是一塊鏡 你就做一塊鏡 你就可以了 你站著做一塊鏡 然後他在你面前 上演一套 我們叫做 psychological drama 他自己做 自己做 做完之後 很快 他忘記了你 在他的人生裡 他有一段時間 是跟一個心理治療師 去幫他 但是到最後 他忘記了你 因為你扮演一塊鏡 你不會記得你的鏡頭是甚麼樣子 我要很快地說一些事情 給家寧觀眾的叔叔說 不少飛行數話 所以他很快 因為還有問題 他說如果那陣子忙 有沒有出功課 老師就會打電話 你說 太太,你好忙嗎? 最近功課錯這麼多 那為何一定要表現完美 十分 才會見一些人從改正中學習 不是很好的練習過程 另外一個是真的問的 問醫生的 他說 怎麼才知道有暴力傾向呢?醫生 暴力傾向就是 你要assess the dangerousness 有些人說 the assessment of dangerousness is the most dangerous 就是 most dangerous 就是assess the dangerousness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評估一個人的暴力傾向 本身不能夠百分百 而且人的精神狀態 fructuate 所以你未必判斷到 這個叫做有暴力的 是 而且暴力不一定是physical 暴力是一個dynamic concept 其實暴力 如果你從腦部的功能看 其實它是一個突如其來的 short circuit 即是說瘋子 其實也有些對的 即是說 腦裡有一個circuit 是bypass了某個位置 於是突然之間就是outburst 那個過程其實跟你突然間很害怕 很緊張都差不多 而且是很突如其來 是很unpredictable 所以你說怎樣判斷一個人 有沒有暴力傾向 我就覺得很難判斷 但我們當然有些risk factor 即是你高風險 即是你本身一個人 可能腦部又怎樣 即是很容易挑戰的 對 很容易挑戰的 或者因為情緒比較容易激動 是的 他有精神病 或者他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性格 是特別暴力的 是的 有的有特別暴力的 特別衝動的性格 或者是反社會人格 或者很多revenge 狂躁症那些 是的 或者經常有很多idea revenge 就是經常要報復心 或者經常有很多反社會人格 衝動性人格 這些東西 這些就會增加了他的暴力奉獻 但你很難評估 希望可以解釋到Javid的一個問題 但我想伸延下去 其實社會上 我想暴力的傾向才是最擔心的 因為會影響到其他人 例如今次中火 雖然是壞燒自己 但也會影響到身邊的人 甚至是很大的創傷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捉到 那一個暴力的罪犯 你只能夠從一個整體的社會 就有一個risk management 即是整體的精神病人 要怎樣去好好的處理他 不要一就看三十個 是的 一就看十個 多一點了解 可能如果那個病人回復診 跟醫生談完 他在醫生桌上打一下 發洩了 那他就去 所以說你沒有辦法猜到是誰 你只能夠所有人都去幫 整體性去增加政府的精神健康 安全網的問題 對 所以他去做 你沒有猜不到是誰 真的猜不到 但你說我們香港是第三世界的精神病 以資源的背部來說 是否有些寄望來的 可能會比較好 有觀的嗎 他比較少立場 有一個比較省劍的 就很難要他花錢 因為說真的 你始終辭職了一個成本 你只是回到醫療 你只是回到其他地方 但其他東西 你可以說是投資 但精神病一定是保障安全 是 公眾安全 這次已經很明顯是這個情況 因為你無緣無故 大家坐了這麼多年地鐵 真的沒有想過是要學用這個消滅火筒的 大哥 變成這個令到有些人會覺得 好像很接近 而且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當然也有一個不好的形象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很便宜 因為很多時候會標籤他們 所以你不可以說 我捉到哪個精神病 中火不行 真的要整體整個社會 那個精神健康要改善 才可以幫助 好,今天很開心 一起去醫生去談 其實還有精神病 其實那些有多一點 都可能會有 但今天說不太多 但也很開心 可以請你上來和大家分享 今晚謝謝你 好 我們心裡會說說精神病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